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又發生一起震驚小粉紅三關的事情 雖然對於我們了解中共的人來說 已經稀鬆平常了 並不算什麼新奇的事 前幾天中共官方宣布 黑龍將積西市副市長李傳良的調查最新進度 李傳良在2017年18年就轉移資產出到美國 換算中共說他貪污或挪用公款的金額 高達了141億新台幣 那房產總共1021比18家公司的股權 那案發後扣押了63億6520多萬的台幣 那言下之意也就是沒有扣除的部分的錢 已經在歐美各地了對吧 那他更早轉移的錢可能更多 那在一個中國後段班的省份黑龍將 而且是相對真的比較窮的省份 還只是一個地方市的副市長 一個三線城市的政廳局 就貪了141億的台幣 你看先前我到美國去見的那些中共前官員 有的副廳級的有的科促級的 就已經這樣的等級了 對吧 那拜託啊 你說一下你們當地的省長省委書記 市委書記 直轄市的那些政廳級的副廳級的 哇那可要貪多少 而且那不是只有他們哦 他們的前任他們的前前任 前前前幾任 然後他們退休的還是有退休金 還是繼續在貪哦 都有非常多的厲害關係 你看中國人的納稅前一年要被耗掉多少 到歐美 然後讓他們的子女 讓他們的親屬在歐美 享福享樂 享受他們口上宣傳的 破敗的 美國的 歐洲的民主自由 你不覺得很諷刺嗎 所以那些中共官員他們說的可不可信 我相信你們心裡有答案 他們也跟我坦誠他們有貪污 只是金額他們不方便公開的說出來 但私下我是知道的 是吧而且在中共這個體制 不貪就無法當官 那有時候啊 他們一開始也跟小粉紅一樣啊 非常的興高采烈 非常的憧憬 可以進去當官 但你入體制之後 你才一步一步的調進去 啊我已經進來了 那我要怎麼上高位 啊要貪哦 這個時候的你要選擇離職嗎 你離職了你 前十幾年讀的那個書白讀了 你當然選擇貪嘛 這沒有辦法的事情嘛 你白賭你要幹嘛去送外賣嗎 所以這個體制容不得清廉的人 第一你沒有納投名狀 隨時清白你可以舉報他 他們怕 第二你不貪會讓他們的工作難做 是吧 所以你必須得貪 但習近平的打貪深得小粉紅的心 就是因為小粉紅 他也知道在胡溫時代的官員都在貪 所以習近平上台之後打擊這些壞人 而現在不可能會有貪污犯 就算有也是零星幾個對吧 殊不知小粉紅他們摸不清的道理是什麼呢 習近平只是把胡溫派貪污的人 換成習派的人繼續貪而已 這個體制的存在就會貪 今天我否定的是這個體制哦 你今天隨便派任何一個反習派系的誰上台 我跟你說分分鐘蔡奇李強那些就被挖出來 可能貪個幾千億都不在話下 而我們來看他出逃中國後接受了採訪的影片吧 我也受盡艱難 我也冒著生命危險出來 不容易 他們肯定報復 他們肯定從我開始 我都不敢跟家裡聯繫 那怎麼辦 沒有辦法啊 我叫李傳良 在2012年任到姬西市的副市長 就在這副市長幹上這三年的時候呢 對這些中共這些體制啊 特別是這種專權啊 有個更深的認識 我在這體制工作了30年 有些東西叫慰悲言情無可奈何 有些東西看的非常非常之明顯 所以久而久之 體制內我算格格不入的 有些事實在看不慣 就敢於發言敢於說 確實是看不下眼啊 我看這個蔡霞教授工資都停了 我當時我14年就給我停了 他就善於這麼做嘛 這黨政不分很重要一個問題 他強調各種機關都變成中共黨的政治機關 事實上硬核一個地區就一個人說的算 那這一個人就至高無散 這一個人誰啊 那就黨的第一書 孔領堡戰友和我們都是敢於說話的人 所以這一個隱瞞疫情造成多大的損失 我們驅死這麼多人 中國也沒少死人 他還抱著瞞著不抱呢 世界也造成了 上次說你不能隨便說 每句話都得給你審定才能說 我們事先說你不要說 現在出現問題了 你就抓替罪羊 共產黨這活不能幹了 不能給共產黨賣命了 這什麼抓替罪羊啊 就這個話這樣一錄音就給舉報了 沒想到四點去談話免職 當天就抓捕逮捕了 以不當言論就抓一個人的 這還哪有法治啊 何況他說的對不對是正確的話 為百姓說的 不就說點真話嗎 完了就抓了 當天晚上就抄家收家 又可早就公開宣布疫情 不用他說了 早不用了 早一天得少死不少人 早半個月那就更好了 而且最近我們掌握他得判十年 太有點太恐怖了 所以後來就說暴政這也真暴政 他收拾完他對我們所有人來了 為什麼這麼說你不怕點啥嗎 還顧得上了嗎 那當時怕這麼多 哪有後續這些事啊 哪有他被抓呀 那我說這麼大年齡快六十歲了 你說我哪想的 跑外出來 將來很多都不知道 生活打工怎麼幹 有些事是爛透透的了 剛在家說的話 隨時監控你 你一個人發聲 會找你全家十個人談話 你三個人孤到一起 你就得被抓進去 這個官員啊 貪污固然可惡 但如果這個體制全都是這樣 你們粉紅恨的 只有恨那些被揪出來的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到底哪來的認知 會認為說在民主國家有不同立場的媒體 主持人 甚至來賓 隨時都有政論節目 就今天早上發生的一些重大事情 隨時開節目 是吧 而且官員的財產都是透明的 都有貪污犯的 而且我們還是司法獨立的 當然啦 有一些人認為台灣沒有司法獨立 但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相對去比較 你可以去看一下 真的去研究一下美國的跟中國的 再對比一下台灣的齁 你再跟我說一下 你們怎麼會認為在沒有司法獨立 以及在一個黨、政、軍、機關 都有黨支部的 沒有官員財產透明制度下 沒有新聞媒體不同立場的自由度之下 他做的會比民主國家好 別跟我說台灣也沒有什麼自由啊 不然你找一個在B站上、快手、抖音上 只要有一個像中天那樣 反對你當前的政府的媒體 可以繼續傳播 然後主持人可以繼續活在他的那個國度 你在跟我說台灣沒有自由 中國很自由好嗎 前幾天在西門町抗議的那些人 是不是還在台灣 你們是不是還在正常的上下班 是不是還在噴政府 是啊 你們有被抓走嗎 沒有 那為什麼我在海外接觸到的中國人 都是噴過被抓走 然後他們逃到海外呢 有被喝過茶 被放出來之後 承諾不會再繼續噴黨、噴政府 然後藉這個時間逃出國外 為什麼我在海外沒有看到 因為被政治迫害流亡不敢回台灣的人 因為台灣民主自由啊 為什麼我在美國的聽證會跟國會 沒有看到有台灣人上去說 哎 台灣政府迫害我 然後把自己的經歷照片全部秀出來 為什麼我沒有看到 算了 跟這些林芝草講 他們也不見得聽得懂 因為他們的認知就是鎖在這裡 在這樣的對比之下 你們怎麼會 認為中共貪污的官員 比民主國家少 只是個案 民主國家才是個案好嗎 而小粉紅洗地的邏輯是什麼 你們沒有做到100分 那就跟我一樣是0分 在小粉紅的眼裡就是0與1 沒有中間值 哪怕你60分 80分 90分 在他眼裡就是0分 因為你還有個案 那我們講到 除了昨天中共軍演 然後一個下午就草草了事之外 南北韓局勢也是非常緊張啊 北韓在今天中午12點多開炸了 金義縣 東海縣 南北的連接道路 那許多媒體就指出啊 北韓已經在邊境投入非常多重武器 重裝備等待命是否更進一步 那當然這個炸毀鐵路的舉動啊 是意味著南北韓的關係 徹底宣告破裂 以後還要不要彈河呢 不可能 畢竟可能這一兩年也是不可能的 而這兩段鐵路 被視為南北韓握手沿河的合作象徵 那現在給炸下去就代表這個象徵沒了 這幾年也不可能彈了 而且你要知道啊 最近啊 中俄朝三方都是統一戰線 投跟陣營的 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你也不要說誰又被誰推上去當小弟 這不是這個關係 這也不是這個原因 我跟你說 今天台灣如果後面沒有一個美國 日本後面沒有一個美國 你覺得我們今天還會在這裡講話嗎 早就拿下來了 所以不要說什麼 美國有沒有保護的作用 就是有 所以中共現在要打台灣還要考慮很久 所以這些人不用在那邊移美了 沒有美國 你現在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省人了 知道嗎 那還有人分析啊 造成北韓政府不爽的原因 是這一個多月以來 南韓派了三次無人金到北韓境內發放傳單 除了發放傳單之外 還有放一些羽絨衣啊 物資啊 跟手錶 一些高奢侈品的東西 上面還附上了價格 以及換算他們這裡的物價跟一袋米的價格 也就是說你今天是一個北韓人民對吧 你看到地上有一個羽絨衣或是一塊手錶 上面寫了他的價格 他還幫你寫了一個換算 那就會說哦 比如說這個手錶一百萬 那這一百萬等於你要工作幾天 你工作幾天換了幾袋米 這幾袋米在我們韓國國內值多少錢 那這樣換算的話 你要工作多少天多少年 你才買得起這個羽絨衣或是這塊手錶 那這個就讓北韓政府非常的破防啊 畢竟如果你們天天都這樣 那楚門的世界遲早有一天會破滅 所以他非常生氣 但我覺得北韓可以學學中共國啦 中共國雖然法律上不損取人民翻牆 只要你不要做死到外網上做一些很誇張的事情 基本上他們就視若無睹 你只要不要故意去公安局前面說 誒公安我在你面前翻牆有沒有錯哈 基本上不會有什麼事 中國人也可以申請呼叫出國 只要你不要被他國拒簽 而部分粉紅啊出國去看看之後 當然他也只能對比到表面的高樓大廈 自然會認為還是祖國牛逼 又或者看到歐美國家的那些媒體 或是一些反共團體 甚至潤過來的中國人 因為他被鐵拳他要反共嘛 他會說誒你們怎麼都只針對中共啊 中共生我養我 讓我們脫離這個貧困是吧 我爸媽以前很窮的 現在稍微富起來了 這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的功勞 所以自然而然會把那些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人 跟以前自己接受過的愛黨愛國 黨國部分的教育 並在一起然後帶入 然後又把這個文化全部都連在一起 進而更加的愛國愛黨 去噴那些海外所謂的反共人士 把這些反共人士打成是反華反中的 所以中共在控制人心與監控方面 是比北韓更有自信的 中共已經在用這個文化啊 基建啊大撒幣啊 這個黨國啊 混在一起 還有這個民族性全部混在一起 讓小粉紅去洗腦滲透海外 利用這些不公平不對稱 利用海外的言論自由與寬鬆 利用讓民主國家的人 以為你們也是一個民主國家 所以你們沒有這種套路 然後用民主去反民主 最後變成極權 而這個在中國境內 我們卻沒有相同的手法去反制它 我們沒有辦法用民主的方式 去反擊極權 所以為什麼 美國憲法規定 美國人是可以合法持有槍枝的 因為如果今天美國政府 變成一個極權政府的話 你人民起碼還有最後的手段 也有槍可以集結起來 有這個機率 去推翻現在極權的政府 連美國在幾百年前都知道 當這個政府變成極權的話 你沒有辦法用民主的方式 你只能用暴力的方式 所以如果面對一個極權國家 你還繼續跟他講 理性非暴力和平 那你就是做死吧 而這也是他們最喜歡看到的 所以這點我認為 在獨裁者的角度 北韓很笨 站在他們非本國人的立場來說 我覺得北韓很好 反而是中共很壞耶 要是中共學北韓那樣 自己把自己人關在家裡玩 你覺得我還有這個頻道嗎 誰想天天去關心你國事務 我早就做我自己興趣的工作了 好吧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想記得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帕小小姐姐 拜